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一题是 Apache Linkist是如何为多样化的大数据引擎解决计算治理问题的 我主要会从以下七个章节进行讲述 首先我会简要介绍什么是计算治理问题 然后我会讲讲什么是Linkist 以及Linkist是如何去帮助各种类型的大数据引擎解决计算治理问题的 然后我会讲讲Linkist的开源生态系统 以及Linkist的用户用力 以及Linkist的开源社区情况 最后我会讲讲Linkist社区对于未来的规划 相信很多做大数据的同学都看到过这张Nandscape图 现在的数据基础架构发展愈发蓬勃 不断推陈出新 基本上在每个方向和领域都有非常多 且不断丰富演变的各种数据工具和数据引擎等产品 而随着组件越来越多 导致数据平台的开发和运维也越来越复杂 如图所示上层的各种数据应用工具 都需要连接底层多样化的计算存储引擎 在上层应用工具和底层引擎之间 实际上是存在一层所谓的连接层 实际上就是如图所示的这个红框内部的这个部分 我们所说的计算治理问题 也都是围绕这个连接层来展开的 例如做数据应用开发时要用到的IDE工具 可能技要能对接ORAP类的引擎 如Spark、Crystal等等 技要能对接TP类的引擎 如ES、TDB等等 甚至它可能还要同时能对接 继续学习相关的 如Python的Alaconda环境 TensorFlow等引擎 可能大家就会想到 例如APA7的Zeppelin 那这些对接和连通的工作 是每一个上层数据应用工具都要去做的 这样当你的这个数据平台的组件越来越多 整体的开发和维护的工作量 就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复杂 这类上层应用工具和底层引擎之间的 连通性问题 就是计算治理问题的典型的类型之一 在上层工具和底层引擎之间的这层连接层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南北向的连通性问题之外 还有扩展性相关的 可伸缩 可扩展 高可用 多引擎支持 以及多住户等问题 以及还有可管控性相关的 权限 用户认证 资源控制 安全 包括BitJob和恶意操作拦截 审计等等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还有编排相关 比如说需要做跨底层引擎的多活 组备访问 混合查询等等需求 甚至还包括像跨上层应用工具之间 跨底层引擎之间的东西向的 连通性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计算治理相关的范畴 也是我们的LinkedX计算中间件 想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的范围 上述的这些计算治理问题呢 就是导致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LinkedX这个项目的原因 在没有LinkedX之前呢 我们也碰到了上述的问题 就如同所示啊 这个上层的应用工具和底层引擎之间 原本是一个复杂的网状结构 可以很直观地看出这种情况是 偶合度很高 复杂度很高 复用度很低的 每一种上层应用工具呢 都需要各自自行解决 刚刚提到各种计算治理问题 包括连通啊 可扩展啊 管控啊等等 而有了LinkedX之后 如同所示 我们上层的应用工具 就可以通过对接和利用 LinkedX这个计算中间建成的能力 来统一地解决刚刚提到的 连通性啊 可扩展性啊 可管控 编排啊 可可复用啊 等等相关的计算治理问题 达到一个 解偶 高度复用 以及整体架构更加简单简洁的效果 解决相关的计算治理问题 然后这个图我们展示的是 LinkedX的一个架构图 LinkedX主要是由三组服务组成 LinkedX整体是一个基于微服务架构开发的 首先是我们的计算治理服务组 所谓的CGS Computation Governance Services 这个CGS服务组 它主要完成的任务是 支持计算治理 计算任务的提交 准备执行 和返回结果的 这个主要的流程步骤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 公共增强服务组PES 所谓的Public Enhancement Service 主要提供了统一数据源 物料库上下文的能力 然后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MGS Micro Services Governance Services 这一组主要是Spring Cloud 相关的微服务开发框架的能力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最核心的这个CGS 就是我们的计算治理服务组 CGS它承载着LinkedX最核心的功能流程 因为任何一个的计算任务请求的处理过程 我们都可以把它抽象成 提交 准备 执行 返回结果 四个阶段 而CGS就是参照遵循这四个阶段来设计的 服务于这四个阶段 且为每个阶段我们提供了强大和灵活的能力 比如在提交阶段 我们主要通过提供通用的接口 接收上层工具提交过来的这些计算任务 并能够提供基础的解析和拦截能力 在准备阶段我们主要通过我们的编排器 Arquestrator和LinkedX Master 来配合完成对任务的解析编排 并且做资源的相关控制和完成我们的一个 Engine Connector就是对底层的引擎的连接器的一个创建 在执行阶段呢 重点我们要提一下的就是 我刚刚提到这个Engine Connector的引擎连接器 它是LinkedX设计用来去实际完成和底层引擎对接的一个服务 通常呢是每个用户要连接不同的底层引擎的时候 或者是每提交一个不同的计算任务的时候 都要先启动一个对应的底层引擎连接器 Engine Connector也就是EC 计算任务通过EC来实际提交给这个底层引擎 做执行和状态日志获取啊 结果级的获取啊等等的动作 然后我们也可以支持多种的返回结果模式 比如说像文件流啊 Json啊等等 那对于底层引擎来说 我们都知道通常可以分为如图的这几类 包含有AP类的TP类的事物处理类的 然后有Machine Learning继续学习类的 还有Streaming的这个流式计算类的 Linx我们从这四类引擎的使用特点出发 我们把它抽象成了三种场景 就是如图所示的一个OAPEC场景 以及我们的Streaming EC和OATP EC这三种场景 这三种不同的场景呢 我们用刚刚说的这三种不同的EC去来支持和覆盖 OAP和这个Machine Learning这两种两类引擎 因为它的这个计算任务的处理过程比较类似 都是需要能够提交 这里有它的这些主要的方法 要做提交 做这个运行时的进度状态日式的获取 然后做结果级的获取等等 所以我把它归成了一类 统一用这个OAPEC去做支持 然后对于这个Streaming 流式计算相关的这个引擎呢 我们是设计了一类叫Stream EC的引擎连接器 它就不需要去获取 通常它不需要获取结果级 所以它一般只是需要做这个计算任务的提交 状态日式的获取 以及可能要做类似于Keyl这种动作 然后对于TP类的引擎 我们是用这个OAP-TPEC TP的引擎连接器去做支持 目前主要是通过提供JDPC的这种驱动和接口 来做支持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一点的详细一点的 您可以是如何服务于这三种场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提到这个AP和Machine Learning的这个引擎 这一类引擎使用是我们的一个典型的过程 和在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的 前面讲到的计算治理的问题有哪些 我们如果从一个上层应用工具的开发或者维护者的脚步来看 在对接和使用AP类或者Machine Learning类的这个引擎的过程中 我们一般就会有这个如图所示的这个环境准备 计算任务的提交 计算任务的执行和系统的这个运营管理 运维管理这四个阶段 首先在环境准备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会需要去安装和运为多个底层引擎的客户端和运势环境 然后在进行任务提交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考虑它到底支持什么类型的任务提交 比如说支持SQL啊Python啊等等 以及它是支持通过什么样的接口进行提交 比如说通过RESTful接口啊JDBC接口啊Python接口等等 然后在任务执行的时候呢 又会存在着如是否支持自定应的参数对吧 还有执行时的控制规则 比如从事啊超时啊等等 或者是是否支持底层引擎的一些原生参数的传递 另外我们可能会需要能够方便的去获取任务的执行结果 和运行状态日志的信息 最后在运为阶段 我们的大量任务的提交过来以后 怎么样能够保障这个上层工具本身的 这个高可用高并发的支持 以及提供多住户啊 细利度的资源控制啊 审计啊等等 这么有一系列的这个运为相关的计算治理问题 然后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环境准备阶段 我们会碰到哪些问题 在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其实啊 就是每个上层应用工具在环境准备阶段 都需要去安装维护各种引擎的客户端和运行时环境 比如说像如图所示的这些 Spark Hive Hadoop等等这些各种不同的Client和Runtime 然后这个维护成本呢 随着工具的增多啊 引擎的增多啊 然后它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很多啊 每一套工具都要去维护自己的一套东西 然后可能比如说 有的底层的引擎能够支持的这个接口类型也不一样 比如有的可能不支持Restful接口提交取消任务 对吧 有的可能又不支持Python提交任务 这样子我们的不同的这个上层工具呢 就会需要去做对应的支持和适配 然后那么Linked 有了Linked以后呢 作为计算中间键 我们看到它在中间加了一层 相当于是在上层工具和底层引擎之间加了一层 就要计算中间键 然后它去解偶了上层应用和底层引擎间的连接 可以看到是先通过上层应用通过连接Linked 再通过Linked再实际对接到底层的引擎 做了一个捷偶 然后这样子简化了上层应用工具的环境准备和维护 可以看到只需要在Linked层 去做这些各种底层引擎相关的这种 Client啊 运行是环境啊 等等的安装配置就好 然后Linked也支持用各种类型的接口 提交各种不同语言类型的任务 这样子对上层工具去调用底层的引擎的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友好度和灵活度 使你上层工具去调底层引擎就更加方便 比如你有的工具你想统一的用RESTflow的接口方式 向底层的不同引擎提交计算任务 那你就可以调Linked的这个RESTflow接口就好 如果你是一个 比如你是一个用Python开发的上层工具 像SuperSite这样 你就可以用你习惯的Python语言 去出色化一个Linked式的Client 然后用Python接口去提交相关的 你需要提交给底层引擎的任务类型 比如说用Python去提交Scala的任务 到这个Spark引擎 然后再返回一个结果集到这个Python 比如说你把这个结果集放到Python里的一个DataFrame里面 这做进一步的处理 这些都是很方便的 这里是一个示例 就是这三个例子分别展示了 同一段SQL怎么通过不同的引擎 不同的接口 这个SQL就是selection from table 1 进行提交 第一个展示的是通过Restflow 接口提交PySpark job的方式 可以看到应用工具只需要在这个 我们这个所谓的Label之段 这个是Linked式的标签能力 在后面我还会不断地提到这个标签能力 通过这个标签 就可以完成这个引擎的指定和切换 比如这里指定的是这个Engine Type 是Sparker 2.4.3 然后第二个展示的是 我们通过一个JDBC的接口 去完成一个Prystal任务的提交 然后第三个呢 我们是展示的是刚刚提到了 通过一个Python的Client 通过Linked式的PythonClient 去完成一个Spark的Scalar job的提交 然后再返回给这个Python的一个工具环境 这里可以看到 所以Linked式能够提供的这个接口类型 以及能够支持的提交的任务的类型 都是很丰富的 而且很灵活的 然后我们看看执行阶段 在执行阶段 Linked式通过刚刚提到的这个 体系化的标签解析能力 我们提供了多种类型 且能够很方便地做不断扩展的 计算任务执行标签 以及这个标签对应的一些计算任务的 执行控制规则的支持 比如现在我们已经支持的这个执行标签 有这个执行超时的自动key 执行100秒没有返回 就自动key 然后还有自动从事 以及这是指定固定的engine collector 所在的机器 实际上就是按照传统的直列模式来说 就是这些client和driver 在打台机上启动的指定 然后包括这些engine collector的复用等等 同时我们也支持它的一系列的这个底层引擎 的原生就支持了一些参数的方面的透传 这里也是个事例 就是我们上线工具在提交任务的时候 只需要通过这种label的方式 add一个不同的label 去指定它的标签 然后也可以很方便的去 在links中去实现对于不同标签的这个 执行控制规则的实现 比如说这个图里面展示的运行 job running timeout 运行1000秒之后就超时自动key 然后job reach account可以从13次 然后我们可以指定我们的bind engine 把引擎的engine collector启动到这台机器上 指定租户等等 然后前面我们讲完了这个 关于job的提交和执行阶段 并且是如何去提供这么一系列 强大和灵活的能力 去方便用户的任务提交执行 方便用户去灵活的去使用低层的引擎的 然后在运维阶段呢 我们也会碰到 相关的一些计算治理的问题 然后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一款 运维这一款 随着这个一个上层工具的用户数和任务量的不断增加 同时也伴随着这个上层工具本身在不断的丰富和增加 每一个上层用工具可能都要去解决不足所思的这些 比如说最典型的高频发的问题对吧 你10个用户用你这个工具和100个用户用你的工具 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你可能需要去解决你的最基础的这个并发和可扩展的问题 然后同时还有我们的这个高可用的问题 你的这个部分节点的故障是否能够做到 不影响你工具的整体的是可用 能否在比如说在用户请求变多变快的时候 比如说用户在某些场景一下子提交一个大量的任务过来的时候 能够正常的提供服务 这些这些高频发呀横向扩展呀和伸缩啊 还有高可用的问题都是每一个上层应用工具需要去解决的 在原有的模式下 那同时这里也可以很直观的看到这个每个上层应用工具的这些server 就是大整手service都都是相互隔离的 不能作为一个资源词词化的复用 这也是相关的一些问题 然后有了Linx以后呢 可以很直观的看到Linx就构建了一个这个 相当于是一个连接层的一个资源词 把之前放在分散在上层的各个工具系统中的 用于运行和启动这个client driver的这些机器集中了起来 统一利用简化和方便的运维 提高了资源的复用性 然后呢Linx我们利用我们的这个微服务架构的优势呢 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可以提供多活的 并且提供辉度的更新 去方便做这个一些变更的时候的业务的连续性的保障 然后在任务提交的过程中 Linx我们基于多层级的一个异步的调度模式 我们可以去支持很高的命法 比如说支持百万级的任务提交 等待运行 并且返回结果 这里我们展示的是我们的这个 刚刚提到的这个engine collector 应该是实际去跟底层引擎去做连接的一个引擎连接器的一个列表情况 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是有这个很丰富的一些对于engine collector的资源 租户等等的控制层级的 当资源不足或者是说 受到linked层配置的一些并发参数的限制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些提交过的计算任务就可以在linked层进行排队 而不会把计算任务的请求一下子都提交到底层的引擎 而减少对底层引擎的压力而减少 同时也减少这个一些突发的情况 对于整个机群或是工具的一个可用性的影响 这个也是一个多住户的能力的一个很好的体现 比如说典型的场景啊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数据库层的 一个db层的一个数据比对 两个db的数据比对 可能一个db里面都有很多张表 这一下就可能生成成千三万的任务 那没有linked之前呢 可能这些任务一下就全部都提交到底层的引擎 比如说提交到spark机群上 可能一下子就会把整个spark的对应的某一个对立啊 给吃满等等 甚至可能会影响一些公共服务的性能 有了linked之后呢 比如说就算你有1万10万个spark任务 我们都可以排队在这个linked层 去保护底层的引擎 然后让在linked层的这个并发执行的参数 去控制它有序的逐步执行 就提升了整体的这个计算任务的这个执行的成功率啊 应对这些突发情况的能力 这也是计算治理的一个初衷 然后这一页我们展示的是linked层管理台的一个资源控制管理的页面 linked层的这个资源控制是基于标签的一个多层的精细化的管控策略 可以从租付啊用户啊应用啊 EC 类型以及到具体启动的EC实力等等 多层级来进行资源管控 然后这里展示的是如何去在刚刚提到的多个层级去做 精细化的配置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在用户层级 在我们的这个application和工具的层级 在我们的这个不同的engine collector的type 比如说是spark还是hive啊这个层级 然后在每一个engine collector的实力层级去控制这些资源的颗粒度啊 这个是在这个生产环境我们的大规模的使用的场景下 这个对保障我们的大量任务的可控运行是非常有用的这些能力 然后这里我们展示的是我们linkes是如何利用体系化的标签能力 做到对任务的高并发和多层级的一个支持的 这个右边这个图里面 秀的是一些这个linkes任务的提交过程 它的每一步其实都可以 都是会跟这个右图最左边的这个label service 标签服务发生交互的 所以我们的每一步都会能够 任务提交准备执行的这个每一步 都会能够跟我们这个label去发生一些交互和互动 这个左边展示的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指定一些技术label engine type user creator 以及我们的这个路由策略等等的一些标签的一个影视力 这个整个执行的过程中 就因为有这个我们这个多层级的标签的能力 可以很好地去支持这些 标签服啊 这些路由管控啊等等这些 这些能力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运维阶段 我们还会碰到的一些跟可管控性相关的问题 比如说如图中所致的 用户随意提交一些bite cycle 对吧或者是甚至是一些高位风险操作 比如说直接去drop一个database 这些在原始的这种没有这个计算中间键 这管控层的时候可能是很容易就 就提交执行了 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那么有了linkization以后了 就是我们可以在linkization去做相关的这些 authentication还有我们的这个validator的相关的事情 可以做相关的这些风险管控和拦截 然后我们同时还可以做这个统一的一个auditing 就是我们的这个日子审计的功能 而不需要再去各个工具和引擎去收集日子 那这里展示的是这个我们的这个 一个validator是如何做相关的教育拦截的 比如说用户提交了一个autotable的语句 我们发现他要去修改他的这个 骇物表的存储路径 这个修改是被禁止的 他就会被拦截住 报一个错告诉他不允许去修改 而这些规则都是可以很灵活的扩展和配置 OK上面就基本上把我们的这个2AP和machine learning 类的引擎给讲完了 他的整个一个执行过程啊 还有他的每个执行过程中的执行阶段 总会碰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计算治理问题 应该是怎么解决的 然后对于streaming呢 其实都是大同小异 他也是一个streaming类型的计算应用 或者说一个流失应用 他也是要经过这个环境准备啊 提交啊 执行啊 还有这个运维啊 这四个阶段 有所不同的是呢 streaming他可能在执行的过程中 执行完了以后 他不会说去 需要去获取一个结果集 他主要是关注如何去获取流失应用的 一些详细的指标信息 比如说在运行过程中 他可能会有一些迟到丢弃的记录啊 然后有一些 比如说每秒的吞吐量 自结束啊 然后是否已经启动被压等等这些东西 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流失应用 在运行过程中所需要去关注的 那么linkis呢 他就是通过这个 我们刚前面也提到的一个streaming EC 在streaming EC中 我们去嵌入了这个流失应用的指标获取 告警获取等等能力 可以很方便的通过linkis 提供的接口获取这些指标告警 而不需要再去底层引擎中 去实际运行的每个 比如说task manager等等上面 job manager上面去获取这些东西 同样的我们的streaming EC 也可以借助linkis的 微服务架构和刚刚提到标签体系 多住户体系等等去解决 这些流失应用 同样要解决的一些多住户啊 可扩展啊 高可用的问题 然后对于tp类的引擎 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 linkis提供了 当前主要提供了一个jdbc driver 去支持各种tp类型的低层引擎 我们中间是有两层设计的 第一层是我们的这个linkis的jdbc driver 在这个driver里面 我们可以支持做 SQL方言的解析转换定义 比如说把它解析成hive SQL 或者是prestool SQL等等 然后正是通过这种driver 加上底层的这个jdbc engine collector 这种所谓的两层结构的设计 我们可以做到通过一个jdbc接口 很灵活的去对接和支持到 不同的底层的这个tp类的引擎 同时也不单是tp类的 包括像spark这种ap类的引擎 它只要有jdbc的接口提供出来 通过linkis jdbc都可以去做相关的对接 然后后期我们也会去规划 实现一个面向tp引擎的这个 所谓的reach client模式 通过在原始的这个引擎的client之上 叠加linkis的arctrator的能力 来实现对tp引擎的更多的计算策略的支持 比如说这个多活啊 组备啊 负载均衡啊等等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linkis 现在正在开发完成中的一个编排器 arctrator模块 arctrator呢 它是会在任务的提交过来以后 去对任务做相关的解析 一些优化交验等等等等步骤 可以去使linkis去支持更多的计算策略 途中我们展示的就是用户提交了一句sicle 如果涉及到了可能要从不同的 多个不同的底层引擎 底层数据员去拿取这些数据 去做一些混合的join计算的时候 arctrator它会去做这个 一个stage这一个层次的解析 然后去生成不同的task 执行完了以后 把不同task的结果去 再在这个指定的这个 做join的这个引擎里面 去完成相关的join操作 这是一个arctrator能力 它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 解析计划优化的一个设计 所以可以支持不同的这个 高级的计算策略的一些定制 这个我们还在持续的开发中 然后前面我们把这个linkes的一个 核心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这个computation government services 对计算治理服务组 做一个相对完整的介绍 下面我们简要介绍一下 另外一个重要的服务组 就是我们的public service public enhancement services 就是PES的服务组 主要提供这些公共争抢能力 就是数据员服务啊 物料服务啊 上下文服务啊 上下文服务啊等等 那这样图可以很直观的看到这个public 所谓的公共争抢服务能提供的能力 在中间这些上下文服务 data source服务等等 都是可以去跨上层的这些工具 和跨底层的引擎的去提供支持的 比如说我们在上层的一个ide工具里面 定义这个udf或者变量对吧 我们在这个一个调度工具 阿斯卡班里面 我们也要去用到这个udf 用到这个变量的时候 传统的做法是要重新再定义一遍啊 或者是说从ID导出 再导入到这个调度系统 有了Linx以后呢 我们可以由Linx提供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数据应用开发工具的基座能力 提供一些公共的 可以被多个应用工具去复用的能力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PES能力 刚刚也提到了主要有这个上下文服务啊 去获取运行时的状态和结果起样 然后包括我们的数据员 甚至我们可以做到上层工具 主要去调用这个数据员的名称 而不需要再各自去维护 这些数据员的连接信息 包括我们提供统一的物料能力 物料管理的能力 支持物料的多种类型的文件存储 支持版本啊等等 通过了我们这个Linx的PES服务组 可以打破上层应用工具之间的孤导 做到变量啊 函数啊 文件啊 结果起啊等等 上下文的一些共享 这里是一个简单的示例啊 从左边是一个数据员的连接的原始的状态 有写很多的东西 右边它只要去指定 它是一个想要连接这个PRISTOL01 通过GDPC方式去连接 这个每一个DataSource名称就好 极大的便利 OK 上面基本上我们对Linx的一些技术架构 以及主要的能力做了大致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Linx当前的一个开源生态情况 图中展示的是已经和Linx做了对接的一些开源项目 可以看到这个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数据平台的套件 上面的这个 这些开源项目都已经是把Linx当成一个开发基座 它极大的降低了上层应用工具 在计算治理方面 就连通扩展管控等等方面的一些开发工作量 那上层的应用工具 我们只需要专注于其自身的功能性的需求 那比如说这个Script是个IDE工具 它本身甚至只有一些前端代码 都是一些GIS CSS等等 后台是完全记忆Linx的 好 其他的包括像这些Machine Learning 还有这些数据治理相关的数据质量交验等等 都是比较丰富和完整的 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推动和引导更多的 包括上层工具 和包括底层的各种类型的计算引擎 去跟Linx做对接集成 持续丰富我们的生态 这里是我们的一些典型的用户 当前Linx也就用众多的用户 涉及到金融、银行、制造等等众多行业 然后对于Linx社区呢 我们是19年7月份开源的 然后是在21年的7月份 进入了APA期的incubator 复化器进行复化 当前Linx的代码贡献者 已经有100多位了 然后有26位的committer 然后我们当前已经发布了4个APA期版的 相关的社区情况 我们就不再一一追溯了 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Linx的这个 对于Linx的未来的一些规划 首先我们会对这个Linx的 对云延伸的支持做进一步的油画 包括我们Engine Connector的启动和调度 基于K8S 基于云延伸的能力来实现 然后包括我们的各种服务转发和注册 依赖K8S的SVC等等 另外因为Linx我们支持的 底层的很多不同类型的引擎 未来我们也会计划去支持智能的路由能力 然后通过任务的一些历史指纹 去选择更加适合的引擎去做任务的提交执行 在底层引擎方面我们会持续的扩展 比如说支持Channel 支持Clickhouse等等 在接口方面 比如说我们也会去做相关的扩展 比如Shrift 包括我们去增强我们的Client 安全性等等 然后在公共增强方面 我们也去考虑对接更多的公有营服务 在Data Source 比如说在这个物料管理这一款 比如说AWS的S3存储 包括我们的Data Source 会支持更多的普通的DB类型 好了 以上就是我本次讲解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选择LinkedX 真所谓计算有的中间件 开发运为少一半 也欢迎扫描图中的二维码 加入LinkedX的社区群进行交流 谢谢大家